大家好,我是Hady,歡迎收看《語語最財經》 今年控賠賽道的洗牌浪潮進一部加劇 這次有人真的要離開排桌了 2021年是控賠賽道的高光年 根據紅餐產業研究院統計的數據 這一年一共是完成了21起的融資 其中新中式控賠佔了6起 表現最突出的莫過於毛毛點心局和虎頭局渣打餅行 這兩個人領領了新中式控賠潮流的品牌 一時風頭無量 甚至在一年之內斬獲了多能的融資 只不過當資本降溫、消費者、消費降級 新中式控賠賽道只能面留一場行業大洗牌 到了去年新中式控賠賽道只有3起融資 2021至去年從集資本和消費者 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新中式控賠品牌 淪落到現在的蝕本、閉店、清盤等局面 這麼戲劇的三年真是生動地詮釋了 看著它起高樓、看著它塌樓 曾經一家店的估值整個億 天眼查顯示1月24日 斧頭局渣打餅行的關聯公司 上海萬物有養餐館管理有限公司 新增阻則清盤審查案件 申請人以該公司不可清償到期債務 而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為由 向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該公司清盤清算 現在已立案 根據風險信息顯示 該公司還存在多條被執行人訊息 被執行的總金額超過530萬 2019年成立的斧頭局到今年清盤清算 只是5年的時間 落得這樣的地步不禁令人唏噓 至目前斧頭局載營的門店只剩下8間 分別是長山一間、武漢七間 與巔峰時期的80家門店相比 收縮了將近9成 緊盛的這8家門店在此苦苦支撐 結局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想當年斧頭局也是紅極一時的網紅品牌 2019年9月斧頭局首家門店 在長山正式開業 帶著鮮明的國風穩味 一出道就是乘著國朝的風口順勢扶搖直上 拿捏了年輕人的喜好 自開業以來就一炮二紅 根據斧頭局創始人胡亭的透露 當時這間53方的空間開業兩個月 營收高達30萬 甚至還創落了單月最高127萬的驚人營收業值 靠著暴障的熱度 那時才成立了兩年的斧頭局門店不到10間 就在2021年的一年時間內 完成了兩兩的融資 投資機構內有紅燦資本老虎環球基金 GGV 紀元資本等等的明星投資機構 是資本眼裡的搶手貨 由於風頭太盛 當時就有人預估 虎頭局在完成5000萬美元的A倫融資之後 估值超過20億 這個意味著它單店的估值接近1億 在小紅書大眾點評至來水色的眾草下 虎頭局進入上海市場的時候 還曾經在上海門店創落了排隊3個小時的壯舉 一度被稱為上海新進排隊王 大排長龍打卡拍照插爆朋友圈 毫無疑問虎頭局是擁有網紅店的標配元素 不過在當下網紅這個詞已經變成一個貶義詞了 在不斷更生跌代的烘焙市場當中 網紅品牌的宿命都同過五年的魔咒 顯然虎頭局也不例外 陷入困境的轉折點在去年 在年初得到不救命錢之後 虎頭局就開始無融資消息了 並頻頻傳出、倒閉、財源、債務、拖欠租金 員工集體維權等負面消息 其實總在2020年底的時候 關於虎頭局資金鏈斷裂欠債數億的傳言就甚囂塵上 直到去年3月30日 虎頭局再一次被推到風口浪漸 在社交平台上有內部員工爆出 虎頭局正在進行清盤清算 而且欠落了2億的債務、公司倒閉 但遭到官方否認 留下了一句之後會有對外溝通 讓我們一些時間努力 但在另一邊門店關閉、欠薪欠款 怨聲四起的局面幾乎達到頂點 虎頭局可以說是一地雞毛 在虎頭局資金斷裂的那幾個月裡 虎頭局的創始人胡婷一直沒有想過放棄 還是想著再拼一下 現在走到清盤清算這條路也是無奈之舉的了 負面前身的新中式控陪品牌 還有MOMO點心局 它和虎頭局一起被稱為新中式控陪雙子星 也是被爆出省外的門店已經全部關閉 近日根據天眼查的APP顯示 MOMO點心局已經是將武漢公司的經營狀態 由全軸變更為註銷了 另外MOMO點心局在武漢的15家分支機構 也是全部註銷 自此MOMO點心局在湖南省外拓出的十幾家門店 已經是全部關閉 真正變心湖南特產 MOMO點心局是2020年6月在長沙成立的 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獲得了四輪融資 包括金日資本、美團農資、清流資本等知名機構 累計融資額達到數億人民幣 在創立初期MOMO點心局的開店策略 是埋著網紅茶飲、茶顏月食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茶飲家點心的銷售組合 大家在買飲品的同時也會順手買一袋點心帶走 在資本的助推下 MOMO點心局逐漸走出長沙 開拓湖南以外的陣地 根據紅茶大數據顯示 高峰時期MOMO點心局在全國有超過60家門店 結果想不到潮水退得這麼快 2022年MOMO點心局相繼設了北京、杭州、武漢的門店 對於這番設長 黃玉燒表示今後專注湖南市場 同時亦大方承認之前跨區管理出問題沒有處理妥當 並表示未來核心是持續打造產品壁壘 看來在經歷了資本冷卻期之後 MOMO點心局沒有迷落獲 但總算是及時止選 在蒙眼狂奔之後發出懸崖立馬的訊號 雖然種種的徵兆都與虎頭局很相似 但在這股浪潮當中 被染沒到胸口的MOMO點心局 至少當下還有喘息的機會 還可以掙扎一下再搏一搏 萬一單車變摩托呢? 接下來就要看MOMO點心局會走到哪一步 虎頭局和MOMO點心局從走紅到跌到神壇 不過是當下瘋狂內卷的點心控陪賽道中 新消費品牌的一個縮影霸 雖然遺憾但並不意外 痰花一現是大多數網紅品牌的命運 品牌燒錢營銷推廣找網紅博主拍照緝評 瘋狂鋪設眾草內容 但這些所帶來的流量都是一時的 網紅品牌如果形成自己的護城河 亦是能夠留住顧客的 從流量到流量靠的還是口碑 比如高點格的初代網紅包師傅 靠著一款創新的肉鬆小輩火爆至今 因為獨特的口味和製作工藝備受推送 甚至還吸引了大批香港客戶反向代購 又一次掀起了購買的熱潮 根據紅茶網的大數據顯示 截至去年10月 麵包烘焙賽道關店12萬間 這個數據的背後 是一個個烘焙品牌落下的殘酷現實 同樣是主打新中式點心的中蘇局 亦被爆出關店 從2021年9月在杭州開業 風魔一時計起 只是存活了半年多 2021年爆紅的中式高點令到很多人入局 有些地方甚至是十部就有一家門店 在這種激烈的環境下 一些新品牌開店幾個月就被捲出賽道 根據都市快報的報導 一家新中式控陪門店的員工透露 旁邊兩家點心店都是幾個月前開的 剛開業的時候很多年輕人來買 排隊排到我們店門口 現在也沒有什麼客人了 有一家好像倒閉了 開店有多麼轟烈 關店有多麼冷清 市場回歸理性之後 又逐漸沉寂 而且這些新中式控陪品牌的菜單 就好像是複製黏貼出來的 幾乎每一個品牌都有麻薯、虎皮卷、小背蛋糕等等 對於起身厭舊的年輕消費者來說 如果品牌不可以保持產品跌代的速度 消費者的列奇奇一過 品牌的關注度自然就變低了 如果味道大同小異 那就更留不住顧客 就好像他們說的 感覺所有的麻薯都是一個味道 斧頭局和MOMO點心局的大敗局 亦都給了仍然留在新中式控陪賽道的玩家一個警醒 品牌想要從網紅轉為長紅 修煉內工應該是第一要務 擴張的野心亦都應該在做好控陪基本工的前提下 聚焦產品差異化、穩固品牌更記 否則盲目自信擴張 只會淪為下一個斧頭局或MOMO點心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斧頭局呢? 這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